下面的這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相關的屬性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六支四這裡 六支三六支四這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比如說他的caption 比如說上面 閱歷的外部標題如果說你要更改的話你可以在caption屬性做一個變更 那這個caption屬性當然你可以兩種吧就是前面講過你可以在 DESIGN的時候就確定給他一個這個屬性的名稱 或者是說你要變更你也可以在RUNTIME在那個支星的時候呢做一些一些變更 那我想各位先把這些相關屬性大家看一下 另外的話等於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RUN出來的結果類似像這樣 基本上呢這個Sample上面 需要一個Label 然後呢有一個CALENT的控制項 另外呢這裡面有一個那個計時內容 進內容裡面比如說我隨便填一些文字之後的話 那比如說我今天選了一個日期 那你這個日期你可以上下去移動 那 上下去移動比如說我選了一個6月7號日期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他會觸發一個叫SELECT SELECT CHANGE的一個事件 那SELECT CHANGE之後的話呢假如我這邊打一個打一些字好了 那你SELECT CHANGE之後呢 假設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把結果 放到Label裡面去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UI介面的部分 UI介面設計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裡 我們的佈局 第一個在上面放一個Label 那博士Label名稱請各位 把這個CALENT控制項範例打上去 那再來的話呢加上這個一個CALENT的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元件 我想各位 找一下這個CALENT的這個 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找到這個CALENT控制項 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那直接拖拉過來就可以 那在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 拖拉過來之後呢 你可以在自動格式化 那他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去針對你要的樣式去做挑選 不過他樣式的大概就是幾種 你挑選完畢之後按一個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相關的這些屬性他自動會去變更 那你當然也可以細部再去做變更 不過 一般這個大概 會先把它變更之後 然後呢再調整他的大小 OK 那底下的話呢 再佈局一個Label 並且一個Text Box One 然後這邊有一個Label 這個一個Label 那Label部分的話呢 把這個 屬性部分的前景部分的把它設為紅色 那這部分呢 接下來 我們會觸發兩個事件 那第一個事件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點擊 Karen的這個點兩下 他會跳到有一個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呢 會觸發一個叫Karen的Select Change Select Change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話呢 我想等一下各位可以 可以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叫Karen的這個 Day Render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預設 你 你 他 你